太平天国第一美女苏三娘,一位美貌与武功,都堪称一流的太平军女将。 太天平天国的历史,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过了, 清朝末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轰轰烈烈的金田起义,拉开了反抗清王朝的序幕。 公元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发动我国近代史上,最为梦烈的农云起义,史称武北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玉林、伯白、兴叶、洛川、北流、荣县、桂县、陵山、新州等的许多天地会的多股势力, 也投靠了洪秀全的天平军。 新州灵山县有一股天地会势力,他们的首领叫做苏三。 苏三在灵山与部下已运输为业,太平天国起义前夕,苏三在灵山被仇家杀害。 当时,灵山天地会群龙无首,这个时候灵山天地会的长老推举苏三娘,也就是苏三的老婆出来主持大局。 苏三娘,这个时候才十八岁,貌美如花的她,不仅是灵山大美女,而且武功高强,手持一把双头刀,解衣上马,杀敌立功,是女人中的中流砥柱。 苏三娘率领夫君的旧部一千多人,杀了仇家给夫君报仇血汗。 但是,从此被当地官府列为土匪头目,苏三娘从此落草为构,后来被官兵追击。 苏三娘只好投靠了当时正迅速崛起的洪秀全太平军。 洪秀全亲自接见苏三娘,对苏三娘是一见倾心,大家赞赏。 趁她为金国英雄,苏三娘带领自己的旧部来到永安接受洪秀全的改编。 洪秀全让苏三娘为女兵营副总兵官, 也就是太平天国里面的女兵都是归苏三娘和另一位女将军洪宣娇一起统领。 苏三娘亲自率领客家女兵追随太平军北上,攻打桂林,围攻武昌,攻破南京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来改名为太平天国天津。 当时,苏三娘骑着高头大马,亲自率领太平天国女兵三千多人进城的时候, 南京城的人们都争前恐后围在路旁,观看苏三娘的美貌。 据说苏三娘一身戎装,骑着漂亮的马儿,进入南京城,把南京城的男人都给迷倒了。 南京城的人在茶余饭后,都在夸赞苏三娘的美貌。 苏三娘进入南京违背洪秀全委,这位女馆的副统领,协助洪宣交治理女馆。 当时的女馆就是把随军女眷编在女馆中统一管理。 据说洪秀全进入南京以后,沉醉于声色拳马之中,曾经想对年轻守寡的苏三娘动了念头。 奈何苏三娘对此,装作不知道,对洪秀全的多次暗示,皆不回应。 后来,苏三娘追随杨秀兴等人攻打清军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 苏三娘从广西带来的客家女兵都赤脚上阵杀敌。 苏三娘姐一上马杀敌,引起清军的注意。 清军将领都佩服苏三娘的勇梦。 称太平军中居然有此等金国英雄,真是大清之不幸。 后来,苏三娘遇到了秦大刚,不久就嫁给了秦大刚为妻子。 传说,秦大刚与苏三娘都是从水口出身的,他俩很是般配。 自从嫁给了秦大刚以后,在历史中被苏三娘的记载突然就没有了。 人们纷纷猜疑,或许是苏三娘参加了太平军将领李开封北伐,孤军深入,后来兵败被杀。 死于乱军之中,也有人猜疑,苏三娘嫁给秦大刚以后,淡出了历史舞台。 小编认为,苏三娘很有可能是参加了李开封北伐,孤军深入最后战死了。 因此,历史对他的记载也就到此而止。